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奇葩的男生 逛超市只是为了试吃 一趟超市逛下来 他一件东西没买 午饭倒是省了 别人吃自助是为了吃 他吃自助是为了购物 饮料 菜品 调料 统统带回家 更过分的是 这货他居然还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你说气不气人 这朵奇葩便是今天爱情保卫站的 求和男嘉宾 抠格 我愿称他为抠戒的天花板 在抠这方面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抠哥做不到的 接下来就看看他的亲女友 也就是今天的女嘉宾 盈盈是怎么吐槽他的 我怀疑超市之所以会挂 谢绝品尝的牌子 就是因为他 他的抠并不局限于此 天天穿新衣服 就这操作 你们敢不抠666 不过抠哥并没有觉得自己过分优秀 表示人家商场自己说了 30天包退换 不喜欢就换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 我已经用脚踏 我已经用脚踢 这个鞋子 这个鞋本来这没有毛病挺好的 他就给人家拍张照片 然后故意往上买下点污点 给人家客户发过去 让客户给他赔钱 客户如果不给他赔 他就给他闹一天 然后闹完之后 人家客户实在把他没有办法了 给他赔个十块八块 他能够一天 那特别高兴 瞧瞧盈盈这嫌弃的表情 都能做成表情包了 更过分的是 抠哥对自己抠就算了 对盈盈也抠 星巴克都不让去 想喝咖啡了 就带他去卖咖啡的地方喝 两人只点一杯咖啡 因为可以免费续杯 又一个省钱小妙招 赶紧学起来 当然 抠哥还有更觉得 他每次去吃副副餐 他背个双肩背包 然后里面装个医生的大水杯 再搭两个塑膠袋 等我俩快睡完的时候 看见胡彦不在 他就过去倒饮料 往他这个大水杯里面灌 那不是我花钱了 那不是一样我都花钱了 你还拿做料装肉装菜之类的 甚至有时候 他把调料都在往家里拿 原来 抠哥之所以去吃自助餐 就是看上人家的调料了 听到这里 主持人实在忍不了了 说自助餐厅 不是不让外带吗 但抠哥是何许人也 自然有自己的理由 我没让他看见了 根本想不出 合适的句子来讽刺他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并没有 抠哥和女友一周年的时候 可算是大访了一回 点了一大桌的菜 还特意点了女友爱吃的 排骨莲藕汤 对女友也十分热情 夹肉咬汤的 根本停不下来 盈盈见此十分开心 还以为 抠哥终于在他的感化下 转性了 但等排骨汤快要喝完时 抠哥突然把服务员 给叫了过来 说这汤里啊 有只苍蝇 要求给他免单 更离谱的是 抠哥说他上汤之前 就发现汤里有苍蝇了 盈盈直接傻眼 这是什么极品男友 打着灯笼都找不出来一个 却被他给碰上了 这运气 不买彩票 中够五百万都不行 听到这里 主持人郑重地问了个问题 你确定苍蝇不是你放吗 可别是贼喊抓贼 好在苍蝇是自己想不开 跟抠哥没关系 随即 盈盈提出了一个送命题 这两人马上就要在台上吵起来了 主持人马上转移话题 问抠哥对朋友咋样 不提这个还好 提到这个 盈盈更生气了 吐槽就跟嚼了血脉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具体操作就是 就这眼界 给搬个奥斯卡的委屈他了 最主要是 抠哥觉得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 而且他也为此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为了将抠贯彻到底 抠哥也是拼了 你又以为结束了 然而并没有 对于女友的吐槽 抠哥依旧不以为意 还说 要是长城能有她的脸皮后 也不至于被孟江女给哭倒了 这还没完 抠哥对别人口也就算了 自己的亲女友他也算紧 他问盈盈要500元去给车座保养 可后面盈盈才从别人口中得知 她那车保养200元都绰绰有余 在盈盈看来 这就是一种欺骗 可抠哥表示 自己也很难 自己花钱给自己买惊喜 盈盈简直是有苦难言 而最最让盈盈气愤的是 抠哥坑他就算了 还去祸祸他的家人 盈盈的表姐要去出差 并让盈盈过去照料一下狗 可盈盈带着抠哥去到表姐家后 抠哥就像挣脱狗生的二汉一样 好家伙 真是一点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吃饱喝足后 抠哥还不忘树立一个好形象 买来方便面 火腿肠和面包 将吃空的冰箱给填满 原本表姐冰箱里放的都是进口食品 抠哥一来 瞬间就给整得接地气了 而且在抠哥看来 这都不是事 这一下给众人整无语了 人家有钱是人家的 跟你有啥关系 怎么 你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呀 货货完表姐 抠哥又去坑未来岳母了 给未来岳母买了套山寨护肤品 导致岳母的脸过敏溃烂 对此 抠哥表示 他是无心的 只是当时看价钱太贵了 所以就买了廉价同款的护肤品 为此 盈盈又和抠哥在台上争论了起来 主持人都听累了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制止了两人 最后 盈盈没有选择和抠哥复合 但在主持人和老师们的劝导下 抠哥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但抠和节约是两码事 更何况 抠哥的这种行为 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大家千万不能学 不然 下一个单身狗 就是你